然后呢 直接运用我们内在的 活的 智慧啊 真正能够明白了 那就怎么样 当下动物 当下动物呢 就轮回对习啊 所以见信的人 真正明信 见信的人就真正知道啊 不是要修才能够超出生死轮回 而是本来就没有生死轮回 真正见信的哈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在凡夫被迷的状态 心迷的状态之下 所以呢 才见到生死轮回的妄想啊 真正开启内在的 当下开启内在活的智慧 哪里有生死轮回之相可得呢 所以本来就没有生死轮回啊 真正明白 真正误入 那么呢 就可以说是 参学四壁啊 参学两半了 真正呢 得到一个入处了 真正的呢 开启内在的智慧了 哦 所以 噢 所以 噢 那个 噢 我们 看《圆绝境》呢 就知道啊 知识空话 静无轮转 亦无身心 寿笔生死 所以要真正的 当下动物要能够开启内在智慧的人 要多学习 圆绝经 大方广 圆绝修多罗要易经 知识空花 既无轮转 亦无神心 受彼生死 知广即离不假方便 灵广即觉 亦无见词 知广即离不假方便 你真正懂得 这个都是什么 都是幻象 不假方便 你不需要有什么 不需要有什么其他的法 你只要真正就误了 马上就轮回顿习 所以 狂心若歇歇迹菩提 那么 灵广即觉 亦无见词 那就是指令绝造同时 即觉即造 即造即觉 你当下觉了 你当下觉了的话 那马上这个自 内在的这个自信 你智慧呢 马上就能够怎么样 这个智慧力就能够 能够照耀 照耀一切 让我们见到真实相 所以绝造同时啊 那么一切菩萨及末 及末世众生呢 依此修行啊 就能够呢 用离诸广 用离诸广 但是凡辅众生呢 他学佛法 他如果作为这种知识的话呢 他是以广生广啊 不断的呢 在容上 他是难以真正处理 所以我们要像这个 药山禅师一样呢 临危不惧啊 临危不惧 就是在一切境界上修 我们人生活的这个世间 当然遇到种种境界呀 但是你其实不用分别执着 任何境界 在境界上修 就是什么 在一切境界之中 都要能够呢 直接运用 当下的 活力智慧 就能够涌现无穷 无尽力智慧呀 那么我们也说一个 更显的例子好了 我们知道唐朝时候的 编寨诗人啊 王昌龄呢 有一首诗 初赛 大家应该都会熟悉哈 秦时明月 汉时观 万里长征 仍未晚 但始龙臣 非降寨 不叫古马 渡英山 大家这首诗 我们都知道 这个就是赞叹的嘛 王昌龄 赞叹那个西汉时候的 这个名将啊 李广的呀 啊 那么 在汉井地时候呢 李广在抵御匈奴 啊 当时匈奴是一个 很强大的武装力量啊 啊 那么 汉井地呢 就派出一个三十多人的一个 一个死团呢 来慰问他们啊 来慰问军队呀 来套牢军队呀 那么路途之中就遇到这个兄母的三个射雕手 啊 射那个雕啊 啊 以那个建树很高明的骑士 那么 这个三个这个手就把那个死团的那个三十个人全 啊 啊 就剩下一个人呢 富商啊 跑到尼管的军营里面 其他呢 都被他们射死了 那李广当然就很生气了 就马上呢 带来一啊 带来一百多个骑兵呢 来追赶这个三个射雕手 遇上了 啊 射杀两个 他生前了一个 但他如果反国的时候就发现什么 发现他们的前方 就是匈奴的十万主力部队 啊 李广真正只有一百多人 那当然也就是很害怕了 那些人都很恐惧啊 马上就想逃跑 那其实他肯定跑不过了 对不对 一百多号人 那肯定马上就死掉了 所以李广这个人呢 淫为补据啊 马上呢 就命运部队 只准往前 继续往前 往前冲 冲到距离这个 匈奴的主力部队啊 十万人呢 啊 距离他们只有两公里地方啊 才停下来 停下来以后呢 那这个匈奴虽然是大部队 但是看到这个李广的一百多号人 而且又是李广 在有的时候还是不敢 不敢交锋 啊 原地不动了 看他们怎么办 那么李广呢 一直到他们面前 然后呢 只有只有两公里了 然后就停下来 停下来以后呢 还下令那个士兵呢 都把那个马鞍都卸下来 哎 那就让这个匈奴 就更加不敢动了 为什么呢 以为他们这个是右兵之地啊 来引诱他们的啊 但是又不放心 马上呢 这个匈奴呢 又又派一个将军呢 啊 一箭冲啊 那个就啊 骑着马呢 冲过来啊 来打探军情呢 哎 哎 你把他马上就翻身上马 马鞍都不用 马上呢 张公大剑 他一箭呢 就把这个将军就射杀了 啊 更加杀了这个匈奴不敢动了 哎 双方一直相持到半夜的时候呢 那匈奴还是害怕 内心有恐惧啊 所以呢 一队一队里呢 就跑掉了 啊 离港呢 他们这一百多人就获得安全了 所以这种临危不惧的智慧呢 其实是需要啊 开启内战的这种 这种智慧力啊 你要学兵法 要作知识来学 没有用呢 你看我们都知道啊 战国时候的赵阔 只上盘兵呢 我们都知道啊 诸葛亮 灰 内战 马术啊 那说明那些人怎么样 说明那些人学的只是兵法的知识 他并没有懂得用兵的智慧 所以那智慧 内战的智慧才是活的呀 你要用知识 要用有限的知识 来面对这个无穷无尽的 不断变化的当下的环境 那怎么会应付得了呢 所以就往往会判断失误啊 我们为什么会有恐惧心 啊 我们 凡夫众生 为什么会有贪婪的心 为什么会有愤怒的心 为什么 对身体原因是什么 我为什么会要贪 因为内战的对身体原因 是因为恐惧呀 恐惧呀 我总是恐惧 我担心我未来会不足 我担心我未来的生活 会会遇到困难 所以呢 我很恐惧 我希望现在 现在多占有一点 他难心就起了 为什么会有愤怒的心 因为我担心自己受到伤害 有这种害怕受伤害的恐惧啊 所以其实更深层的原因 是因为有恐惧 为什么有恐惧呢 因为我们总是用知识来面对事物 而知识是有限的呀 而万事万物是无穷无尽的呀 所以我们永远都是活在深层地 都活在恐惧里面 都活在什么 永远都不满足里面呢 你刚刚果在里面说苦即灭到四圣地 大家都知道 苦即灭到四圣地呀 那么有些人说苦地呢 就是什么 人生就是苦啊 世界里果就是苦啊 有三苦八苦 无量诸苦啊 生老病死苦 爱别离苦 愿真会苦 求不得苦 无因四圣苦啊 他讲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你不要被那些名像 你直接来说什么是苦呢 你怎么领悟 领悟这个苦呢 如果你老是被那些名像 有些人他不幸福吧 他不了解福吧 他说你这个活得是不是太消极了 太悲光了 怎么老是说人生是苦呢 当然是有很多苦 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快乐的事情也很多啊 尤其是现在物质条件好了 我想吃什么都可以呀 然后我也有空可以去旅游啊 我满世界都可以去啊 我觉得也很快乐啊 你怎么老是说苦呢 然后呢 目前活着很悲光 其实怎么样 活着这个是悲光 也不是麻木 也不是麻木的乐观 而是什么 而是用智慧如实光 做法本来的像是怎么样子的 真实像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如实的去绝照它 用无穷无尽的当下的智慧 去绝照它 这个是如实光吗 那么 佛教说苦 其实什么是苦呢 这个苦啊 其实是指 内心之中因为迷了 所以呢 永远都不满足 永远都不满足 永远都觉得自己不够好 好 我们就不然说 哎呀 我夜站中了 我不够好了 我要好好忏悔 我要更加今天地修行了 要累积种种功德了 然后有一天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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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往生极乐世界 有一天我会开悟 有一天我会成佛 但是为什么你不考虑当下动物成就呢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懂得运用活的智慧 当下动物开启内内在自信的无尽的功德保障呢 像六祖会的大神一样说 何其自信本质具足啊 一切都具足了 为什么具足 因为他是用这个当下的智慧 无穷无尽的智慧 所以不管有多少境界 不管这个境界是顺利还是不顺利 他用这个无穷无尽的智慧 在境界上来修 他都没有障碍呀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要知道 要从境界上来修 第一个呢 是想从心念上 从内在这个心上来修 所以算我们说是打破成见 当下原成的现光智慧 那是在念头上下功夫啊 向内在下功夫啊 第二种说是从境界上来下功夫 无穷无尽力智慧 那么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 那个一切不执着 无所注定 智慧 这个呢 那其实就是在在内外同时呢 下功夫的这个智慧啊 我们也说一个公案来说好了 那么还是说耀山维远禅师的公案吧 他当地的那个州啊 叫做里州啊 就现在的湖南啊 那个长德附近 那么这个字词呢 叫做里瑶 里瑶呢 他在儒家来说当然知识很丰富了 对博法呢 也有一点兴趣 尤其是对禅啊 禅的智慧 更感兴趣了 所以呢 有一天呢 他专程上章来拜访耀山维远禅师 他维远禅师呢 正在两颗松树底下来读佛经 正在读佛经呢 那么这个侍者来通报 哦 说呢 当地的侍使啊 李啊 这个李瑶 李大人呢 来拜见禅师 那禅师呢 就一直读佛经 哎 那么 这个李瑶站了半年 啊 看到这个 当然反正没理他 他就生气了 他说哦 我原来呢 呃 听说我们药山维远禅师的 顶顶大名大 到了以后呢 才觉得才知道 哦 原来不过如此 调走就走了 那一走呢 那么这个药山维远禅师啊 马上就来 启发他 启发他说 何德 贵耳而见目 你为什么要老是听传闻呢 你为什么不知道啊 为什么你看不是你当下眼睛 所看到的呢 何德贵耳而见目 哎 那么当然这个李瑶呢 马上就听到药山维远禅师主动叫发他啊 那么就 啊 回传过头来请教 说那么 呃 请教 禅师 什么是禅呢 什么是主是西来意呢 那么 禅师当然就顺手拿起这个扶城来一举 说 你会吗 会吗 你懂得吗 懂得禅的智慧吗 就是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么李瑶 要走说我不会 不会呢 然后这个 禅师呢 追手指指天 然后呢 又指指眼前一个静水瓶 啊 我们撒进去那个静水瓶吧 啊 李瑶就 恍然大悟啊 啊 不知道什么 当相即道 即是而真 禅师智慧呢 不是说你要读了很多佛经 然后呢 你能够 你能够开启禅的智慧 如果你不能够因子而见悦 那不过是一种知识而已 也不是你从师父这里可以得到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活的智慧在你内在呀 师父就是一个开悟的人 他不能够保证那个地址一定开悟啊 如果这个地址啊 悟性不够 机缘不切 悟呢 当下即是啊 当下元臣了 服务呢 着相修行呢 那就百千万劫呀 还在游转 还在轮回呀 所以 最起发呢 当下即道啊 当下就是元臣的呀 那么 那么 李敖呢 就写了一首诗记呢 来赞叹 这个耀山维燕禅师 说呢 练得身行是贺行 千诸松下 两寒金 我来问道 无余话 云在青天 水在平 那么 而且呢 他以后又写了一些 很多著作 哦 那么 比如说写了这个 父姓书啊 上宗下啊 你呃 开 开启了 宋明礼学的先河啊 啊 这是一个 半知十分之了 但是我们认为 这个李敖是不是 真正的 在耀山维燕禅师 这个会上 就真正的开悟了呢 有一点小物 没有真正的测误啊 并没有真正的测误啊 为什么 他还有 还有一个什么 还是因为 他人舌头转啊 没有真正的测误啊 还是领悟了 解悟了 没有真正的测误啊 哦 那么 所以呢 过了两百年 宋朝时候呢 有一位展相 叫做 张 张商英啊 张商英 他 参常呢 也是 太悟了 然后呢 他写了一本著作 叫做 顾法论 顾是正法啊 顾法论 张商英 那他就 不守肯 他认为 李敖 并没有真正的 在耀山维燕禅师会下 真正的太悟啊 并没有真正的呢 啊 那个大彻大悟 啊 所以呢 他就做了一个记者呢 来 批评 说 林在青天 水在平 眼光水子 落身坑 西花 起来 风霜苦 那么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 啊 就说 眼光水子落身坑 残安 他最根本点 就是要 随处 作主 这个是 林基益权禅师 在林基语录上面 啊 一直 启发学人的啊 开 开启学人的啊 我们在一切境界里面 要做得了主 在一切念头里面 要做得了主 这个是关键的 修行怎么修行呢 一切境 一切境界里面 它是在外在的向上修啊 一切念头里面呢 是在内在的心上修啊 要能够 都要能够做主 我们能够做主吗 不能了 内在呢 我们被自己的知识 被自己的思想 被自己的观念 控制住了 反复对人说 啊 这个叫很有个性 但是你知道什么是个性吗 个性就是局限性吗 局限性啊 你就执着于你们的观念 当然 要作为一个世界 你反正不作为一个好人的话 起码他多做善事 这个总是比一般力 做恶事的人好 比那个浑浑热热的人好 但是呢 你要开悟呢 还是很困难的 如果你抱着成见不放 故故自封 这个样子的人 是难以开悟的呀 不管你有多么好的思想 多么好的光念 如果你执着他 你都会被他绑住 所以呢 在一切念头里面 要能做主 在一切境界里面 要能够做主啊 所以张三一旧 一尊见血的指数理疗的毛病 眼光水指落身坑 你是因为怎么 因为要三回眼常识的 指清天指水平 你认为你误到了当相即到 但是你要知道 你这个认为你误到你这个当相即到 你还有一个物相在呀 还是一种 像 而且的话呢 是因为外力 并不是因为外在的启发 而且的话呢 你有相似的物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错误 因为怎么 因为你还是 还是有痕迹 还是不能随处做主啊 所以要懂得 想内在开发自信 六祖大师你看 他就说得很错误啊 六祖大师说 我们自身呢 原本就具足三身四字 法身报身 化身我们都有了 我们都具足啊 但是你真正相信吗 我们总是这么 我要苦苦的修 我要精进的修 然后呢 我将来呀 我才能够 民生接近 我才能够往生西方 但是呢 如果要告诉你说 你当下动物 当下 放下一切见解 一切念头 放下一切执着 一切都不执着 你就能够当下原神 你信吗 真正的信吗 所以说 不用求真 唯须吸见了 要吸灭种种的知见 这个样子呢 是真正的禅志会啊 所以六祖会呢 当时开始说呢 清净法身 辱之信也 圆满报身 辱之志也 天法一化身 辱之行也 清净法身 辱之信也 我们的本性呢 是再胜不争 再反不减 以佛无二无别 辱之信也 圆满报身 辱之志也 我们开启内在的这种灵性生命的智慧 这个就是圆满报身呢 那千百一化身呢 我们每天有很多的 动静 云为呀 一切的雨漠动静 哪里种种的行为啊 种种的行动啊 这个也就是千百一化身呢 用个更通俗的话来说 我们说精气神啊 精是化神 生生不已啊 气呢 是报神啊 神呢 是法神啊 所以 其实内在本质具足 三生四至啊 本质 原成啊 当下呢 就 具足啊 所以 我们要学习 佛法的精髓 要努力的 广泛的学习佛法 好像我们有 这个弹简直学习班啊 我们有 啊 居士学习的 这个次第啊 初级来到第五级啊 但是呢 关键是 你不要 不要单纯的 把它做自为知识积累 你要怎么样 随学 随少 不要执着于他 这个样子呢 才是真正的学佛啊 我们也说一个小比方 啊 一个小故事好了 这样子大家更容易 启发 好 有一个老和尚呢 他带着小沙迷在森林里面啊 闭关 修行 参禅 那这个沙迷呢 跟他师父三年了 觉得师父从来没跟我说过佛法 从来没有教过我 我一点都不懂得怎么参禅 然后他就不耐烦了 有一天就吵着跟师父讲 师父啊 我从基督以来跟他一两个三年 师父才从来没有交产了 那么 师父说过 其实我 一直在教你啊 你送茶来 我就接过来 你送饭来 我就马上接过来吃 我不是一直在教你怎么参禅 怎么用功吗 我上面说 我不会啊 我还是不懂了 你在说什么呀 那么师父说 那这样子啊 那好 那身体的另一头呢 有另外一个修行人在 也在也在修行 那么呢 呃 我有一封书信 你帮我把这个信呢 送给他 回来我就教你怎么参禅 那实际上小沙迷 小孩子嘛 很天真 很活泼 那高兴了 开始就说 哦 好了 那么师父肯教我了 呃 我也能够开悟了 那么呢 高高兴兴拿这个书信呢 啊 就去了 哎 没有多久 他垂头上去啊 回来了 说师父啊 我找不到路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 连续的那个 呃 在生理里面 闭关修行呢 呃 呃 比较长的时间 一直没有出去啊 所以呢 原来 把里面的小路呢 他早就生满了 荆棘和刺了 作为的是原始刺森林嘛 所以呢 那小沙迷 说我找不到路 他是不是就喜欢他 说 你看那个天上的鸟啊 鸟有固定飞行的路线吗 没有啊 但是那有哪里不可以飞呢 同样的 我们学博的人呢 你不要陷在这个 逛性思维里面 不要落在这个固定的 思维模式里面 不要老是 低水平的重复 你知道怎么是生死同回吗 就是我们的思想 一直在低水平的重复 贪心 那么怎么样 感觉都饿鬼道 饿鬼道呢 报警出来 因为这个习气的缘故啊 饿鬼嘛 就不足嘛 所以呢 继续贪 所以还是在那个 恶道里面啊 所以其实呢 并不是外在的力量 让我们有痛苦 有轮回 而是我们自己局限自己 我们自己的念头 把自己绑住了 把自己捆死了 我们过去学了一些知识 我们过去有一些遭遇 这个遭遇呢 在我内心里面 累积起来成为一种 成为一种记忆 成为一种印象 成为一种应对 某一些事物的处理方法 好了 将将来在一个同样的 或者你以为是同样的事物的时候呢 你就利用你以前的这个方法呢 去处理它 然后其实呢 怎么样 其实就会把你绑住了 所以中国那个春秋战国时候啊 文化和学术的很繁荣 那么 这个百家争里面有一家呢 是什么 末家 木子啊 木笛啊 木家学派这个木子呢 还就说过一个很精辟 很深刻的话 说什么呢 人寡不使其所长 这个世界的人呢 很多人呢 都是死在过去的经验里面 都是死在过去成功的经验里面 所以说人寡不使其所长 会打猎的人死在山上 会游水的人死在江河里面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我有我有一个依靠 我有一个经验 我过去就这样成功的 所以呢 他老是呢 依靠这个 他去犯血 所以呢 就死在自己成功的地方 就死在自己过去成功的经验里面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成见了 这个是死在念头里面了 这个是死在凡夫的直所心里面了 所以这个就是没有惨的智慧 所以我们的思想要怎么样 不要落入到固定的轨迹里面去 不要落到惯性的思维里面去 好像像鸟一样自由自在的飞翔 天空里面哪一处鸟不可以飞呢 同样里 这个法界里 进食和变法界里面 我们的智慧力 哪一处不可以充满呢 到处都充满了呀 所以我们真正今天真正的通过这个启发 大家内在的自信的智慧的话 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懂得六祖大师的教会呀 我们这个题目是如何证悟般若三昧 六祖大师说什么是般若三昧呢 般若三昧者即是无念 什么是无念呢 就是见一切法 心不染灼 赤明无念 那么用计便一切处 而不治一切处 就是说这个未来的智慧呀 它是变满法界里啊 无穷无尽的智慧呀 用便一切处啊 而不治 治就是情治啊 不会被 不会被任何一处男所黏住 所绑住 对他不起执着 内在不对自己的念头起执着 不对自己的思想起执着 不对自己的光念起执着 一切不执着啊 外在呢 不对一些境界起执着 不对一些境界起分别 这个就是智慧呀 这个就是般若三昧呀 那么 但尽本心 那么 六十出六门呢 能够呢 能够呢 放光动地 能够呢 开启当下的无穷无尽的智慧 这个就是般若三昧呀 所以 我们真正能够懂得的话 那么呢 我们修任何法门都能够成就 参财能够排悟 念佛呢 能够上品上身 修任何法都能成就啊 那么 今天呢 非常有缘分 我们因为 百千万节的 殊胜的 佛法姻缘呢 所以 有缘跟大家 一起来 讨论佛法 那么呢 我们 很珍惜 这个 当下的 这个音源 所以呢 我们 讲这个 参与智慧 或者说呢 怎样 证悟 拖热 善美 为大家呢 找开拖热智慧 迅速地 当下呢 动物 生活 大家 六十出乡 阿弥陀佛 感谢师傅 精彩的开示 那下面 有请 丹院法师 何登 阿弥陀佛 为柳中市 第一期 初级弹奖师 颁发证书 一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Zither Harp